这个道理 接下来呢请各位就是说 分别切到清单 然后把什么呢 把那个清单里面每个都见范围 这个先复制Ctrl C 然后选取它之后把它贴上到这边 这个就是性别 那这个也是复制年龄嘛 然后把它 在这边贴上 叫年龄 所以以实类推 刚好 它的那个 左上角就是它的名称 它的下方 就是我们要定义的范围名称 所以你就是把那个 左上角的名称Ctrl C 复制 然后呢在选取下面这个范围 并且把它这个 教育程度贴过来 这样Enter一下 那我们分别这样做啦 因为刚好有会有清单总共会有 14个吧 那所以我们逐一逐一逐一的做 可能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啦 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好像也 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要更快 大概就是 要写程式一途 不过写程式对大部分来说 还是挺遥远的 所以我们就是用那个 不写程式的情况下 又要能够一气呵成的话 好 那再来的话我就做完了 名称 然后再来的话呢也做好那个 刚刚的 这个公式之后的话 剩下来的 其实就很简单 再来 我们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像 这个先选取 假设我就已经做完刚刚的动作 比如输入这个公式 就是这个公式的话一样 是 去找前面一个 工作表 这个地方的话我去找什么 找前面一个工作表 就是去找那个 问卷调查的这个 B2 应该是 LugarValue LugarValue的话就找前面的这个 B2 那去哪边找我就用Indirect 或者是说如果你这个字拼得出来的话 你就自己打 像我们这边的话 习惯就自己打 Indirect OK 然后就自己怎么样 把他 你字不要拼错 Indirect 然后钱瓜阿虎 再来的话 Indirect 钱瓜阿虎之后的话 再选取什么 选取那个 B1的这个储存格 选取B1的这个储存格 取消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记得在 1的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那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就是 0 确定完之后呢 其实理论上 我们这个公式做完之后 如果你 再来就是把那个 名称命名完 剩下来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你这个公式没有打错的话 剩下来你把他向右填满 放开之后 假如你都可以看到正确结果的话 那恭喜你 应该全部做完了 你会发现 这个全部都掉过来 然后再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好像不用这样填满 向下的话就点两下就好 所以向右 向右 跑掉 向右之后的话 向右拉到这边 向下的话快点两下 OK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 表格的话 里面全部都查完了 OK 所以用这个方法好像似乎是最快的 而且不用写程式 马上就可以看到结果 就不会是 刚刚看到的 就是所有都是用那个所谓的那个 编号的方式 OK 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 做完之后看到 就可以把 所有的编号 指向他的名称 再做过一遍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要用那个 VIRAL函数 然后并且 我的名称 我的名称 刚好就是在 上面这个 B1的位置 刚好叫 性别 那只是说你如果将来指向他 他是 性别两个字 或者一个储存格 他 不会 去抓那个名称过来 所以你必须透过 Indirect 这个函数 他才有办法把那个整个范围 那个名称的整个范围 帮你 抓过来 OK 一定要配合那个那个函数 所以呢我们要做前置作业 第一个 请各位就是清单里面 然后呢 记得 选那个A2 到B3 把他名称 叫做 性别 那我是建议啦 你不要用自己打的 最好是直接 复制上面这个名称 Ctrl C 对不对 然后再选下面 再Ctrl V 贴上Enter 不然刚好叫我同学打 打字有时候 打错一个字 打错一个字 或者是说你将来多个空白 多个空白也不一样喔 他是比对要一模一样喔 你不能说多一个不一样 所以呢如果像刚刚同学 只要有向右向下 奇怪怎么就是 其他都对 只有一两个不对 那你就要检查不对的那个懒的名称 是不是有出错 如果出错改一下 他就恢复正常 就大概这样 所以呢我就是 把这个名称 先复制年龄 然后再选下面的 把它贴到这里面 贴上Enter 然后复制 选下面 贴上Enter 那以此类推 所以总共会有 14个清单 那你就是要先做这14个动作 那做完之后的话 记得如果说你怕错啦 你可以再切到我早上讲的 叫公式里面的 名称管理员 先去检查一下 比如说我第1个性别 性别对应到的范围 A2到B3 那其实你可以藉由虚线 检查一下 给大家知道 再来的话 如果这些都做完了 应该会产生这些 总共14个 清单名称 OK 这是要前置作业 前置作业一定要做 如果没有做 或者是有一些做错 那将来也会反映到你的栏位里面 这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利用V轮函数来做结果 那我一样 在这边 游标放在B2 插入那个V轮函数 所以在检视与参照里面 找到V轮函数 那要查什么呢 查 问卷调查里面 一样B2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会出现 问卷调查 清探号B2 这个部分不用锁 为什么因为等一下就跟着跑就对了 因为 我们两个工作表是一样的 只是前面是编号 后面是要查名称 那Table Array的话呢就是什么 你的 要查性别嘛 所以这边的话Table Array 你可以呢 在这边记得 两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把那个Indirect字 记起来 indirect 钱瓜糊 特别注意啊 这个如果拼错的话 结果也不对 但是有同学说 老师我背不起来怎么办 没有关系 第二个方法 就是 游标一样放这里 点选前面的箭头 公式的前面箭头 找到 其他函数里面的 检视与参照 一样Indirect 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 放到这里面来 OK 把它点一下 确定 再来的话它会出现 Reference test 意思就是说 你要帮我帮你 带哪个范围 回来 但是你总要告诉我 它的名称吧 它的名称叫什么 刚好就是跟什么 跟我们栏位名称 一样 所以呢你这边直接 点一下 B1就可以了 OK 点一下B1 刚好呢 等一下那个 B1 我们会怎么样呢 会需要 就是 就是 向下填满的时候 一定要都锁在第1列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 E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你想说那 老师B前面要不要加 B如果加的话 变成说 因为我们下一个是年龄 对 它就变成C 如果你把它锁起来 永远都是性别 可以懂这个道理吧 这个锁很重要 我发现很多人 没有那个概念 所拦所裂 搞不清楚 最后发现本来应该 好像很简单的事情 就弄得很复杂 所以如果你所拦所裂 没有概念的话 你很难做出像这么厉害的效果 你只能慢慢慢慢一个做 OK所以所拦所裂 就是一气呵成 一定要知道的 OK 这个概念很重要 因为 很多地方 没有这个概念的同学 以后 这个做很多的公式 就会变成很容易出错 所以我们现在是锁在第1列 但是向右拉的时候 蓝要跟着改变 就换下一蓝 换下一蓝 换下一蓝的概念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In the Racer就 帮我过来 但是因为我们V2桓数 还没结束 因为后面还有两个 填空题没给它 所以它会跳出说 你输入的引数太少 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按确定 然后再移回到V2桓数 再按一下插入桓数 把后面的两个问题给它 我要把 那个第2蓝的资料 带回来 第4个问题 比对方式帮我完全比对 按个确定 这样就OK了 接下来 特别注意 就直接向右拉就可以了 刚同学好像有先向下拉 不用 向右拉之后 再快点两下那个 空点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马上 这边就会全部出现 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如果说你发现其中有几个出错的话 那可能你就要检查那个什么 名称管理 比如说 有几个 可能啦 就是说 像有同学是什么 年龄多个空白 空白 我看看 按确定好了 我们看一下 空白它会不会避开 年龄 关闭 有的时候好像 中间如果你把那个年龄 加这个地方 假设 他这个地方加中间的话 按确定 你看 不能加空白 只要里面多一些东西 之前同学比较多这样 假设打一个 这个错误的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这个错误的话 他这边就会出现那个年龄 马上出现REF 有没有 净REF出现 那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再跳到名称管理里面 检查年龄 少一个字 那你就怎么样 把那个0这个字 把它补上去 要一模一样 如果实在还不一样 你干脆用贴的好了 比较快 就跟他 反正就上面什么东西 你就用贴的 保证一定正确 就像有时候我们在写程式 真的是有时候鬼打墙 就一直撞墙 那怎么办 就跟贴的有时候贴正确 把年龄改一下 然后按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这个范围的 名称OK的 REF会不会正确 按确定 OK 然后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恢复吗 你关闭之后 他就帮你又恢复正常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概是这样 那请各位试试看 因为 假如说刚刚讲的那个细节部分 你都有顾虑到 应该就可以很快的向右 向下 一起合成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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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